听读练习 公孙怡的故事 战国时期 鲁国的宰相公孙怡非常喜欢吃鱼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她的学生很不理解 就问 老师您不是喜欢吃鱼吗 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 您为什么不收呢 公孙怡说 正因为我爱吃鱼 才不收人家的鱼 你想 如果我收了别人的鱼 就要按人家的意思去办事 这样做 难免会触犯法律 如果 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战国时期 鲁国的宰相公孙怡 非常喜欢吃鱼 战国时期 鲁国的宰相公孙怡 非常喜欢吃鱼 战国时期 鲁国的宰相公孙怡 非常喜欢吃鱼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在他任职期间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他的学生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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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 老师 您不是喜欢吃鱼吗 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 您为什么不收呢 就问 老师 您不是喜欢吃鱼吗 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 您为什么不收呢 就问 老师 您不是喜欢吃鱼吗 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 您为什么不收呢 公孙怡说 公孙怡说 正因为我爱吃鱼 才不收人家的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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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如果我收了别人的鱼 就要按人家的意思去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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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 难免会触犯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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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如果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如果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如果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战国时期 鲁国的宰相公孙怡 非常喜欢吃鱼 在他任职期间 很多人买鱼送给他 可是公孙怡从来都不收 他的学生很不理解 就问 老师 您不是喜欢吃鱼吗 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 您为什么不收呢 公孙怡说 正因为我爱吃鱼 才不收人家的鱼 你想 如果我收了别人的鱼 就要按人家的意思去办事 这样做 难免会触犯法律 如果我犯了法 成了罪人 我还能吃得上鱼吗 等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心 感谢观看